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1月30日 日新市丸号等五艘船只 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 日本表示 这是在进行科学调查 时事该调查的是日本东海大学 由日本冲绳县石原市政府委托 石原市市长中山一龙 以及市议会的一些议员 也将乘船从海上进行视察 石原市政府表示 此次在钓鱼岛周边的海洋调查 是为了环保及利用该海域 将从海水取样调查水质 并确认海上漂浮垃圾的情况 不过 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个所谓的环保活动的主要目的 就是增加日方在该海域的存在感 而这个市长中山一龙 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演出 来增加自己的人望 1月30日 日新市丸号等五艘船只 组成了小型编队 进入我钓鱼岛附近海域 还在距离钓鱼岛 三十海里的时候 连领海都还没有到 就遇到了中国六艘海警船驱离 四艘在岛附近 两艘在旁边海域支援 日本海上保安厅 则派出了十艘巡逻船 护航 严防中国船只靠近 并与中国海警船相互叫阵 并且更让人无语的是 在1月30上午七十三十分 在这个新市丸号船上 日本方面还放飞无人机 想对相关海域和岛屿进行航拍 日本方面炒作称 此次使用无人机进行空拍 还是非常顺利的 公开调查成功的意义重大 通过详细分析图像 可能有新的发现 针对钓鱼岛此次调查 得到的基本数据 将会运用在渔业等各种领域 对此中国海警船 立马释放信号干扰 摧毁了日本释放的无人机 日本使用的无人机 居然是中国制造的民用无人机 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在空中也要注意防备警戒 中国这款民用无人机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在中国钓鱼岛上空 对日本设立近飞去了 在日本船只发现 海警船携带了76毫米舰炮之后 只能无功而返 这艘中国海警战舰 在2020年的时候 还没有装舰炮 在钓鱼岛事件之后 中国就加强了 对钓鱼岛的巡航 在一开始 日本海上自卫队 还会和中国海警船 发生摩擦 中国海警船巡航 钓鱼岛 日本也巡航钓鱼岛 钓鱼岛也由日本实控 变成了中日胶着状态 后来中国对海警船进行了升级 22艘056基本型护卫舰 转立海警 海警最新的姊妹舰海警2901 海警3901的排水量 都超过1.2万吨 排水量世界第一 除此之外 818型海警巡逻舰 则是基于海军4000吨级的 054A型导弹护卫舰 舰体平台上衍生而来 满载排水量接近3800吨 舰长134米 宽15米 最大航速超过28节 依然保留了 舰手76毫米自动化舰炮 和搭载直久舰载直升机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 千吨级以上的海警船 多达135艘 中国甚至还有12000吨的海警船 共有三艘 比美国海军的伯克级驱逐舰 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吨位 都要大 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 中国就是出动万吨海警船 5901应对 海上摩擦 一般就是船舰对撞 如果要和中国5901对撞 那就只有航母可以取得优势 3000吨级及以上巡逻舰 也装备了70多艘 这些舰船全部装有76毫米炮 同时在机库顶部两侧和舰体侧面位置 安装了两座6管30毫米进防炮 四门高压远程水炮 多部强声驱散器 以及四挺可拆卸的12.7毫米重机枪 下图是日本拍摄的中国在钓鱼岛连海内巡航的海警船 以海警2501为例 这是中国海警在近几年接收的新锐舰艇 拍摄量在5000吨左右 常年部署在东海钓鱼岛方向 拥有很强的续航能力和防撞击能力 而日本海上保安厅派遣的巡逻舰船满载拍摄量 大多在3000吨以上 6000吨以上的巡逻船数量并不多 比如朝旨号所属的春光级 还有瑞穗级一代和二代 以及比较新的秋金岛级 7000吨级PLH33灵明级巡逻船 但是这些巡逻船只装备有一门30毫米舰炮 或者装备了两门20毫米六管速射机炮 和两门35毫米高频两用舰炮 配备40毫米口径的速射武器的巡逻船 都很少 可以说中国海警船的火力 对日本巡逻炉形成了压制 日本为此扬言 希望能够用性能 优于中国海警船的巡逻舰 做出强烈回应 除此之外 中国在钓鱼岛常态化巡航 基本上除了节假日 中国海警船都在钓鱼岛附近巡航 2022年 中国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达336天 正是因为有中国海警船的常态化巡航 中国渔船可以进入钓鱼岛陵海内捕鱼 在一开始 日本还派飞机或者行楼船来拍摄 后面直接见怪不怪 拍都不来拍了 在2014年 日本海警船和飞机进入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船不小心用火控雷达 照射了日本海警船和飞机 由此 日本再也没能进入钓鱼岛领海 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海域作业捕鱼 只要不登岛 日本就全都没看见 彼此形成了默契 2021年 自然资源部在官网和钓鱼岛专网 发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 这是中国对钓鱼岛行事主权和时控化管理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中国对钓鱼岛的时控 是建立在过去几年 每年几百次的钓鱼岛海域的日常军事巡航上的 不过 石原市对钓鱼岛非常执着 2020年6月21日 两艘日本渔船在离开钓鱼岛附近海域时 被正在巡逻的四艘中国海警船跟踪 日本船员称 中国海警船在追逐了四个多小时后才离开 两艘渔船于次日上午返回石原岛登野城渔港 而2021年9月11日 日本石原市再次故技重施 日本石原八重山渔业协会五艘渔船搭载着日本一园 企图突入钓鱼岛水域并实施登岛行动 对此 玄号分别为2302、2103、2402、1301的四艘中国海警船 对日本方面的船只进行了拦截 没想到突然有12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从旁杀出 不过即使是在4比17的数量劣势情况下 我国海警船依然英勇顽强 甚至有一艘海警船直接撞上了日本一艘巡逻舰的尾部 最终挫败了日本人的登岛企图 而在此次事件后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发文表示 尖格列岛就是钓鱼岛已被中国占据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实控钓鱼岛 2016年 中国更是在钓鱼岛12海里临海内进行实兵实弹演习 强势彰显中国在钓鱼岛上的主权位置 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临海内进行常态化巡航 2022年 中国在钓鱼岛临海内巡航达336天 可以说中国对钓鱼岛的实控是建立在过去几年 每年几百次的钓鱼岛海域的日常军事巡航上的 事实上 在中国实控钓鱼岛之后 日本曾经多次想要夺回 比如就在近日 日本陆上自卫队 伙同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三国 在日本千叶县 习制野的演习场 进行了空降兵空投联合演习 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报道称 此次军演的目的 就是针对我国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并指出这次四国联合进行的军演 是在以夺回被占据的离岛 为假象目标的情况下展开的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中国会用自己的实力让日本明白 中国不是好惹的 我们对海警船还是要不断升级 万吨级海警船数量要不断增加 随着中国无人机航母技术的不断成熟 我们甚至可以让无人机航母巡逻东海 南海 让觊觎中国领土的人知道 什么叫躺臂当车 皮汉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